观察国际正情的要点 那就是这一次的欧战所引爆的全球性的通膨 对于马克宏的连任之路 投下了非常重大的变数 法国选总统第一轮在星期天登场 到目前为止第一轮的投票结果出炉 马克宏并没有拼过半数 你看到的是马克宏只以27.6%的选票 小小的领先 第二位极右派的乐庞四个百分点 两周之后两个人进入第二轮的决选 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 法国新总统有可能是谁 如果是画面上极右派的乐庞当选 其实他是亲俄罗斯的 将会让跨大西洋的盟友忧心忡忡 但没有人可以干涉别人选民的抉择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期 乐庞在选战后期淡化他跟普京的关系 当他发现马克宏受到内政经济通膨的影响 身世趋弱的时候 他马上调整策略 软化他反移民的强硬主张 儿头民众所好改打主打民生经济 所激起的反政府情绪 呼吁法国选民不要再选精英当法国总统 而他这一步显然在第一轮的投票结果 成功抓住庶民大众的心 2022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 现任的马克宏以27.6%拔得头筹 极右派候选人马林勒鹏 23.41%排名第二 极左派的梅兰雄 21.95%位居第三 因没有人得票率超过50% 前两名的候选人将在4月24号 进入第二轮决选 44岁的马克宏 选后呼吁支持者 在第二轮决选力挺他 以阻止民粹 仇外的极右派 主导欧盟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马克宏执政这五年 粗暴的风格让许多人不满 一个月前 他靠强劲经济成长 反对党分裂 以及外交穿梭 试图扭转乌克兰战争 民调很甩对手 但选前 第三度角逐总统宝座 53岁的对手勒鹏 成功软化形象 向主流靠拢 用务实掩盖 他强硬的反移民 反欧盟政策 勒鹏在首轮投票 把马克宏一度领先10%的民调 逼的差距剩不到5% 主要靠聚焦日益高涨的生活费 包括粮食汽油等通膨问题 向选民保证 他能保护弱势族群 团结厌倦精英阶层的国家 这几个月 勒鹏走遍法国各地城镇村庄 反观马克宏 因乌克兰战争 很晚才展开竞选活动 选前又毕掉下乡败票 改在巴黎市郊 举办大型造势 再加上不受欢迎的延长公实计划 都让勒鹏支持度 激起直追 这回排名第三 极左派的梅兰雄 则呼吁支持者 在第二轮绝对不要投给勒鹏 但他也没有公开支持马克宏 让投给他的两层选民动向 备受关注 而名列第四的候选人 泽穆尔 则要支持者改挺 同为极右派的勒鹏 表示与勒鹏虽然存在分歧 但马克宏是更糟的选择 五年前的第二轮总统大选 同样是马克宏对上勒鹏 当时马克宏以66.1% 碾压勒鹏的33.9% 但这次恐怕没这么容易 民调公司预测 决选相当接近 马克宏仅以51% 小赢勒鹏的49% 不论哪一方获胜 都在误差范围内 不过最终若勒鹏胜出 对当权派和国际的 冲击度恐不亚于英国脱欧 或川普入主白宫 马克宏力挺欧盟 对俄罗斯制裁 但过去崇拜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勒鹏 担忧制裁影响法国物价 马克宏坚定支持北约 勒鹏则曾誓言退出北约 到底马克宏会成为 法国20年来 第一位连任成功的总统 还是勒鹏会成为 法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两周后答案就会揭晓 提议新闻做可怕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